哈囉各位好我是大拉克黃浩 歡迎收看MOTOBYE的頻道 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今年的國際米蘭車展首次的取消 但三陽機車沒有受到這次的影響 兩週前以SYM Limited List為主題 嘗試了線上3D的虛擬車展 這次就是要跟各位帶來虛實整合的 SYM概念車款的車展 首先我們看到討論度最高的 KRM BT SYM的BT車系 已經推出了FNXBT DRGBT 現在有第三支零售現身了 第三支零售就叫做麒麟KRM BT 他們主要是想表達出中西文化的多元 或者是檔車跟速克達的多元 亦或是對於美感甚至產品定位的多元 都是SYM這次想要賦予在這台KRM BT上面 KRM BT整個造型的設計 突破了過往自家車款設計的思維 他們想提供一個非常強大的創意發揮平台 讓大家可以發揮任何的想像力 盡情的發揮自我風格 進而實現玩樂無界的概念 再來SYM也帶來了許多海外的熱銷車款 同時有做展出 有商用電動的概念車EF3 這台EF3 它可以做成郵差的送信車 或者是美食外送員的專車 對於有這些需求的人來說 都可以變成一種全新的選擇 再來還有從內到外都徹底進化的 MAXIM 400 還有JOIMAX Z Plus 主要MAXIM 400提升了操控的靈活性 而且也配備了TCS 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跟Keyless的配備 JOIMAX Z Plus 則是改為雙LED的大燈 同時也配備了TCS 大幅的提升騎乘的安全性 最後是這台Symphony ST 16吋的大輪鏡車款 主要是應對歐洲許多城市內的石板路 大輪鏡相對會比小輪鏡來的舒適 整體的做工相當不錯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對於 SYM Limitedless 車展的報導 也希望這些車款能夠盡快出現在台灣市場中 當中還有我最期待的KRNBT 不知道我們老闆有沒有想要買這台車回來 給他改裝一下 應該會蠻有趣的喔 好啦想要看到更多的改裝車 或者是新車資訊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們MOTOBYE的頻道 也別忘了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